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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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院長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今天本席要講的是口罩外交 應攜手僑胞共創三贏 政府自 4 月初啟動口罩外交以來 聯繫兩波捐贈了 1,700 萬片的口罩 贏得國際社會的讚揚 不過 美中不足的是 美國是臺灣 外交重中之重 為何政府不願意和北美台商聯合總會 攜手救美國的疫情 最近 北美洲臺灣商業聯合總會 在北美洲募集到 120 萬的美金 希望從臺灣購買口罩 以 Love from Taiwan 的名義 捐給美國疫情較比較嚴重的 周政務及民間醫療機構 本案經本席一再恰請行政相關單位 但行政院卻以口罩產能 沒有符合國內需求為由 擱置這項請求 不過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 陳指揮官 陳部長 公開表示 目前國內產能 已經達到需要的平衡 同時 政府也在加碼進行口罩外交 那為何 不讓北美台商會 可以幫忙臺灣在美國做人道關懷 這樣 就能提升台橋的形象 也可以加深口罩外交的效應 其實 北美台商會聯合總共他們有錢 也可以向大陸去購買 但是 他們想要的是 讓來自臺灣的口罩 可以溫暖美國人民的心 他們這份愛情 這份的情操 愛台的情操 不值得總統和行政團隊加以重視嗎 難道要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向中國購買口罩 去送給美國人 再讓中國拿來做統戰的大外宣嗎 蔡總統 每次出行 中南美洲都會經過洛杉磯 台商和僑胞們都會夾道歡迎 擁護政府的畫面 以及 總統在僑院推崇台商和僑胞是 臺灣外交的兼兵 這些 總統和隨行的官員 難道都忘了嗎 這次 北美洲台商總會的懇求 本席 也是居肩努力的協調 這麼久了 到今天 容然得不到行政團隊的正面回應 本席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向他們交代 而且 總統和行政團隊今後又如何對 面對北美洲的台商朋友們 本席的鄭重賦予 希望 總統和行政團隊慎重考慮本案 不要顧負北美僑界和政府虛手拼外交的期待 這是本席的建議 謝謝 謝謝 文委員 接下來請 楊委員 窮英發言 院會主席 游院長 各位同仁 新聞界的朋友 楊瓊英發言 思覺失調 昨天的判決 讓社會一片華藍 這個案子一判下去無罪 等於讓我們所有執行公務者 的正義聲張到底在哪裡 李承翰先生是因為 要保護列車上面所有的人的安全 他奉而不顧自身的 去保護 而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竟然在昨天的宣判 是宣判無罪 本席感到十分的遺憾 這不僅沒有辦法還死者的 家屬一個公道 更不符合人民的法感情 我們看到一條生命 就這樣子白白的犧牲 這樣的判決 讓所有的基層援警 士氣大受影響 我不知道未來 還有誰 會努力的去保護民眾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的破洞 越來越大洞 就算被告真的 患了失覺失調症 但是在法院的公佈當中 我們看到 竟然是自行去停藥 那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預見 這個精神障礙的發生 行為 務必會產生 所以 這一位應該要自行 有責任有負責任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判決 會讓人民更覺得 對於精神患者 他是也是一個不公平的 會讓社會大眾 更加的歧視污名化 而且有害而無力 所以 殺人償命 這是 法律 應報理論的一個主張 如果主張是預防的理論 那麼不論是預防民眾犯罪 或者是犯罪者犯罪 對殺人 都必須 殺人者都必須要有必要的一個懲罰 因此 這一個事件 連 家屬都認為 不一定要判死刑 這麼樣的佛心 竟然 天地不龍 法官龍 讓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是越來越大動 讓大家恐懼 昨天 內政部長 說要上訴 檢察官說要上訴 所以本人在這邊 預請相關單位 盡速上訴 以安民心 並且用心的守護 民眾 我們的人民保姆 讓警察同仁 可以有最強大的資源 跟支持 謝謝楊委員 接下來請 A委員 玉蘭發言 院長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成立超過百日 帶領全國人民走過不安 疑慮和恐懼 有效的防治了疫情 台灣可以連續18天 沒有本土的確診案例 感謝所有出力的人 我們想到上一次 零確診連續出現的時候 國人的歡欣鼓舞 但是隨即而來的 敦目戰艦的群聚感染 我們被潑了冷水 上個星期 我們又因為台北市 乾貴大火造成的六死慘劇 悲痛不已 而這次的武林佳績 我們也不能太高興 還不能高興 即使到了全民都可以吃 威靈高的時候 我們也不能夠太高興 不能夠掉以輕心 否則會樂極生悲 這是為什麼很多地方首長 要先進行封城兵推 平安演習 進行全面的公安檢查 因為這都是危機管理中 非常必要的準備 按照最糟的劇本去演練 事先盤點我們可能面對的問題 以及手上有的資源 進行決策判斷 資源運用 唯有居安思維 事先熟練所有的因應方案 就算遇到了天災人過 也不必驚慌失措 我們就可以安然度過 這段時間很多縣市長都在做封城兵推 從台灣目前的防疫成效看來 可能沒有封城的可能了 但是看到台灣在疫情侵臺的百日以來 只有六個死亡的案例 單單一個乾貴大夥 就送了六條人命 雖然疫情間 民眾已經盡量減少在外的活動 但是除了竊盜 詐欺 更令人憂心的是持槍刑案 聚眾鬥毆 強盜搶奪都增加了 因此縣市長們負起責任 針對治安 硝安 交安等公共安全議題 擬定計畫 落實執行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才能夠減少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 為人民提供免於恐懼的安全環境 這才是台灣真正的大確信 今天是五億勞動節 很多人都開始放三天連假 希望大家都要記得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多到戶外去 享受陽光跟分多金 一起度過一期 無恙無哉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 接下來請陳委員以性發言 大家早 本席今天感到非常的沉痛 因為本月十六日 國軍兩六九旅一位黃姓中衛排長 在營區上吊自殺 心碎的黃媽媽還寫了陳情書 拜託蔡總統要還她一個真相 但是蔡總統卻只輕描淡寫地說 該負責的人一定會負責 本席要告訴蔡總統 您這句話令人心寒 今天兩六九旅就是當年發生洪仲秋事件的單位 就是蔡總統選總統的時候 信誓旦旦要改變 要改革軍中人權的單位 今年一月 蔡總統還親自到這個部隊來衛免官兵 結果今天就是這個部隊半年來發生了三起自殺事件 讓社會對軍中人權產生了重大的質疑 本席要請問蔡總統 你還記不記得當年洪仲秋案發生的時候 你頭綁國防部的布條在總統府前靜坐 你言辭批評政府試圖掩蓋真相 不肯面對社會質疑 你當時希望國軍這種不幸的事 洪仲秋是最後一件 結果呢 你當了總統以後 軍中制裁的事件一再的發生 這四年來 國軍已經喪失了十多位弟兄的寶貴生命 蔡總統 別忘了您是三軍統帥 您口中最該負責的人 其實就是您自己 今天國軍發生這些事情 不是推給檢調單位調查 或是換掉國防部長可以解決 蔡總統身為三軍統帥 沒有管好國軍 沒有照顧好國軍弟兄 本期要請蔡總統自我檢討 蔡總統請你下詔罪集 自從蔡總統擔任三軍統帥以來 國軍軍風敗壞 軍紀事件頻傳 軍官有發生婚外情的 有酒後亂性的 官兵有在部隊裡面亂來的 有集體虛報公躺的 請問蔡總統 你有多久不曾延誓軍紀了呢 今天國軍從上到下 軍紀敗壞至此 蔡總統身為三軍統帥 不僅對不起國軍 更對不起人民 蔡總統沒當過兵 不知道你會不會唱軍紀歌 軍紀歌中說 軍紀是軍隊的命脈 而軍隊的命脈就是國家的命脈 一旦軍紀沒了 軍隊就沒了 國家就沒了 蔡總統請你負起三軍統帥的責任 請你為軍紀敗壞負責道歉 請你立即研製軍紀 重振軍風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洪委員孟凱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說 殺警無罪 天理難容 社會安全網絕對不能破洞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本席要在這邊先祝福全台灣所有的勞工朋友 勞動節快樂 也希望五一連假這三天在防疫已經做到非常極致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兼顧社會的這個社交距離 好好的放鬆 防疫放鬆都能兼顧三天綠燈持續零確診 但是本席也要在國事論壇的機會很鄭重的 對於昨天嘉義地方法院宣判 台鐵殺警案的政嫌無罪 本席表示絕對無法接受 這個判決引發了輿論的踏法 更讓大家覺得台灣的司法公信已經真的亮起了紅燈 為什麼台灣的司法判決 永遠讓大家覺得這個是犯罪者的天堂 是被害者的地獄呢 而昨天的判決出來之後 大家更是覺得這有沒有違反所謂的比例原則 如果可以殺害一位正在執情當中身穿制服的圓景 都還能夠無罪的話 那我們想問到底誰會有罪 社會不是對於精湛者沒有包容心 而是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案例 都是用精湛的一個藉口到最後逃避真正應該負的刑責 也因此我們真的要說台灣的司法真的要加油 再者過去二十年來每每發生事件的時候 大家都會要求都會檢討就是警界的警洩使用規則 而在上一次李承翰援警他不幸罹難之後 也是政府信誓旦旦的承諾 說也會檢討也會考慮也會修正 警洩的使用規則 但是幾個月過去了 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真的不禁要問現在執政的政府 為什麼你們想要過的法案 可以三天五天一個月兩個月 最快速度用國會多勢的優勢 就能夠讓他通過 但是不想推動的不在乎的持續讓他待在那邊 如果有處理警洩使用規則 有處理像黨產條例一樣的積極 今天還會有這樣漢事發生嗎 我們要說不要再等到下一次漢事發生的時候 才來推動 我們希望司法能夠加油 天佑台灣天佑中華民國 謝謝 謝謝 謝謝洪委員 接下來請廖委員國動發言 謝謝 但最后一天 现在我们能够做一份的一些专业 但我们正在这些设计的计划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要做一份的计划 所以我们都在这些计划 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些计划 我们让我们在这些计划 我们在这些计划 大家看到多少 reflej units, and those where children considerating more and more. 致 diplomats will not be able to encourage MARIANIS NATO and tilt influence factor and weakness. łbymucater 49the EUROPA NATIONAL ISAS TO OFTENTIATE FOR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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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 authenticity and perfection. regiment 就是 和 我 比 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會說,你這麼意,我會說,我會說,我會說我會說我會說,這是我會說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affectionate 謝謝廖委員 接下來請李委員得為花言 主席游院長以及所有的立院同仁 還有所有媒體的朋友 我想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可是我們全台灣的勞工朋友 卻高興不起來 這明明是勞工朋友的節日 但是我們看到 政府雖然說紓困已經發現金 但是許許多多的限制 卻讓我們只有少部分的勞工朋友 能夠受賄而多數得不到政府的奧援 蔡總統曾經說 勞工是他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我們也希望在真正發生問題的現在 我們的勞工朋友 我們的農民朋友能夠真正的成為 蔡總統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我想現在我們相關的補貼的方案 要求在三月底以前在工會投勞保 而且薪資要在兩萬四千元以下 才可以獲得相關的補貼 可是這樣的門檻 卻對多數窮的 非常辛苦的攤販 水電工 以及文化工作者的基層勞工 根本是看得到而領不到 所以在這個部分 難道政府真的可以不管他們的死活嗎 我們呼籲政府要提出更新的紓困3.0的方案 目前的方案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企業界 能夠獲得的比例的貸款是最高的 那相關直接給民眾的紓困 程序非常的繁瑣 所以弱勢族群根本拿不到 所以在這個部分 本席希望行政院能夠趕快的提出紓困3.0 讓一般的民眾能夠看得到領得到 另外我想 我們大家關心的農民朋友 而現在我們國家的機器 把水手伸進了農田水利會 政府掠奪了農民的財產 農田水利會的資產幾乎都是我們農民出錢出利 出土地而來 在這個部分 本席也呼籲我們的政府要轉型正義 不能只是把黨產變成國產 而是要把農田水利會改至以前 應該把農民的財產全部還給農民 這才是落實真正農民的轉型正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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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李委員貴秉發言 主席 立院同仁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在勞工節的今天 我在這裡要請問我們的行政單位 對於國際經濟的病局 我們的行政單位準備好了嗎 前幾天美國再度的祭出對華為的禁令 這個對我們的半導體業 尤其是像聯發科這些產業 它的衝擊是相當大的 因為裡面提到了 如果它的美國成分超過了25%以上 那它是不能夠出口到華為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在考慮到 大家都知道從2018年的年中以來 中美貿易白熱化 在中美貿易白熱化的情況之下 中美貿易占了全球的比例 占了23% 那我們看到在白熱化的過程當中 懲罰性的關稅呢 它是增加的 它的範圍是擴大的 它的關稅的稅率也提高了 也因為這樣的情況 全球的經濟辭得觀望的態度 所以對台灣這種潛碟性的經濟體制之下 受國際經濟影響的情況之下 出口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看到 因為中美貿易呢 大家好像心裡覺得 在今年一月份簽了中美貿易協定 所以心裡的一顆大石頭沉下來了 但是我要在這裡提醒我們的行政單位 你不應該把這個心裡的大石停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中美貿易協定呢 基本上面來講 它並不是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它並不是一個FTA 它事實上來講呢 它的稅率 它的變化呢 是很大的 在投影片上面 我們讓大家看到了 它事實上是一種高關稅的協定 我們從2018年中美貿易之前呢 大陸到美國的關稅 平均稅率呢 是3.1 可是從中美貿易協定 簽了之後呢 它的平均稅率到了19.3 所以它提高了6倍 同樣的美國到中國大陸呢 它的情形也是倍數的增加 那為什麼這個跟我們台灣有關呢 我們講說這些的很多的 這個目標 經濟目標呢 其實都跟我們的台商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看到了有2500億的部分呢 它維持的關稅是25% 我們看到了1200億的部分 雖然它從15%降到7.5% 可是這裡面的情形呢 跟台商的聯動性相對應是少一點 那1600億的部分呢 雖然它是零 但我們知道關稅它的結構呢 是牽動我們台商的全球的佈局 還有我們台商的一個競爭力 還有這個世界上面投資 它的供應鏈的狀態 如果我們不能夠 政府不能夠在適當的時候 尤其是真正的超前部署 在前面的時候 就導引我們的台商 讓它能夠進到一個真正的 對它台商有利 它國際競爭力的情況之下 企業不能夠好 勞工朋友們 它自然就不能夠好 所以在這裡 要提醒我們行政大家 謝謝李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均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有些人 是 是 感谢观看